房子里有不干净的东西,会有以下几种特征,站一样也不得了。 美好的家庭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源泉,但有些家庭幸福美满,有些家庭鸡飞狗跳,其实家庭兴衰与否,早有征兆的,当我们的家存在不干净的东西,会破坏家人和睦,影响家人健康。 若你发现家中有以下几个特征,一定要警惕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家屋脏乱,拒不起风水,古人云,福人居福地,福地福人居。 就是讲究风水,而好的风水,往往风清气净。 所以说,生活在肮脏杂乱的家中,只会逐渐影响我们人生的姿态,在富贵也会衰落,相反一个家越能保持干净,风水就会越旺,即便还未兴盛,幸福也已跟在后头。 古时候有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,她嫁给丈夫时,家里一贫如洗,起初二人相互扶持,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风雨,然而人生总有不幸,不久边疆战乱。 她的丈夫便拉去冲军,之后再也没有回来,只留下了年幼的孩子,和家里年迈的双亲,被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,她起早贪黑,白天重地做工。 晚上接一些针线活计,然而每日繁忙中,她都不忘打扫好这个小小的家,让其保持明亮透镜,在这个家中长大的孩子,虽过得贫苦,心中却十分充盈,最终一家人不仅盖了新房, 还增够了几亩田地,日子越过越好,古雨就有云,家境人安,福气自来。 我们周遭环境的风水,往往与自己身上的风水关联,环境脏了,风水就会变差,以此搅乱我们的心境,败坏我们的运势。 而一个肃静舒适的家中,生命总会迪荡向上的风度,其中会住着热爱生活的父母。 和勤奋自律的孩子,才能在无形之中吸引世间的诸多好运气,所以整理好自己的家,一切向好的运势,会跟随着干干净净,不断温暖我们日子,滋养我们的福气,儿孙溺爱无度。 老话说,慈母多半,溺爱无孝子。 对孩子过度溺爱,毫无底线地容忍,不分青红皂白的袒护,会让孩子恃宠而骄,甚至不分黑白,言行有缺,会毁掉孩子的一生。 前些天,小区里都在传许家的小儿子闯祸了,许家是老来得子,对儿子小许无比宠溺,小许从小就是犯来张口。 一来伸手,在家中的地位高人一等,全家人事事都围着他转,处处都以他为先,好吃的好玩的都是小许仙条,久而久之,小许没有了自主生活能力,而且认为家人的付出理所当然。 不知道感恩和体恤家人,言行自私自利,父母对小许无原则的溺爱,也让他天不怕地不怕,但当小许犯错后,父母没有及时教育,反而替儿子开脱,一再无原则的袒护,最终小许因打架斗殴伤人,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 法国教育家卢梭曾说,你知道用什么方法一定可以使你的孩子成为不幸的人吗?这个方法就是对他百依百顺。 是的,被溺爱的孩子是长不大的,甚至,父母的溺爱是毁掉孩子人生的催化剂,罐子如沙子,过度的溺爱只会让孩子形成依赖,变得懒惰且不知上进,这便是家中不干净的第二大特征。 所以一个家里传承的不知有血脉,重要还有家风,父母对孩子,有爱,更要有原则,用责任养家,让孩子懂感恩,用勤来教子,让孩子懂珍惜,不溺爱孩子,严谨规矩,家风纯正,方能确保家业安宁,子孙繁盛,福祉长远,家风不正。 古人云,为子孙做富贵记者,失败其酒。 只为子孙谋取富贵的人,是有八九都会失败,因为一个家族能否持久,离不开好家风长久的滋养与浸染,苏州博物馆的设计者贝玉明出生于一个百年旺族,苏州北家,北家先祖曾靠着贩卖药草起家,富贵后,他深知,遗产遗子孙,不如以德遗子孙, 所以他立下家规,家中子弟,启蒙时务必要学习成和善,自此之后,贝氏子孙,人才济济,一代胜过一代,到了贝玉明的父亲贝祖仪时,已经坐上了民国中央银行的总裁,那是周边的官员哥哥,贪污腐朽。 唯有贝祖仪,面对财富,始终结身自好,未曾一分一毫,正是因为一成一善,贝氏家族得以长盛不衰,传到贝玉明时,已经富贵了十五代,古训有言,浮风化者,自上而行于下者。 每个人的教育都开始于家庭,在日积月累中,父母的言行会一点一点浸润于孩子的内心,所以一个家里,传承的不只有血脉,还有家风,正所谓,道德传家,十代以上,富贵传家,不过三代,家风不正,祸患就离得不远,家风正,才能家宅宁,子孙兴,良好的家风,无论何时何地。 都是一个家族富贵绵长的根本,因此,给子孙留金留银,不如留规矩,留教会,运势可让家庭兴旺一时,但善良的德行,却可以让我们有长久的福音,亲人恶语相向,其家内中有句话,未有和气脆烟,而家不及倡者,未有利气结烟,而家不衰败者。 家庭的和气,就是为人处事的运气,家越和睦,命就越顺,家越纷争,人就越容易衰败,作家张德芬身边发生过这样一件事,有一对中年夫妻,丈夫在外总是彬彬有礼,待人热心,可在家中却像个不定时的炸弹。 动不动就对妻子发脾气,妻子忘记洗衣服,他就怒吼,孩子作业不会写,他就谩骂,十日久了,孩子不敢靠近他,妻子也寒了心,而他自己呢,工作上总是不顺,没过多久便失业了,妻子和孩子也受不了他整日的指责,选择离他远去,好好一个家就这样分崩离析了。 有句话说得好,一个人靠不靠谱,值不值得深交,首先要看他对家人的态度,一个人对待家人的态度,就是他最真实的福报,家是我们这一生最后的归宿,亲人恶语相向,家就越闹越败。 只有在包容与理解中,才能撑起人生的未来,著名晋商乔家人,辉煌时一度富可敌国,而乔家大院的缔造者乔志雍,更是在经商秘诀中提出,不准家庭失和。 正因如此,乔氏家族生活在一起,很少有过争吵反目的事情,李鸿章赞道,子孙贤族将大,兄弟穆家之肥。 人的福气,从来不是钱多钱少,而是在心的平静中,家人的争吵,就是在内耗中不断离心离德,最后两败俱伤,学会磨练自己的心性,在家中多一些理解和支持,家就好了,人生自然就顺了。 家中肆意挥霍,塔木德中有句话,可以将小麦借给店户做种子,但做种子的小麦不可食用。 家中的钱财,就像做种子的小麦,要在储蓄的习惯下,让它生根发芽,提高产量,一旦将它挥霍一空,那只会永远无法摆脱贫穷,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,有对中年夫妻花起钱来毫无节制,朋友劝他们好好存钱,给自己留个退路。 他们却不以为意,谁知,天有不测风雨,一场车祸将夫妻二人送进医院,高昂的手术费,治疗费让这个家捉襟见肘。 无奈之下,他只好四处借钱,第三下四的哀求,让自己受尽白眼,此时他才意识到过去的想法有多愚蠢,可也毁之晚矣,肆意挥霍家中的钱财,其实就是在挥霍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。 正如《红楼梦》里一朝败落的贾家一般,少爷小姐皆安于富贵,不知节俭,吃穿用度处处都是排场,这样的奢侈之风下,败家注定是早晚的事。 所以,曾国藩说,家勤则兴,人勤则兼,永不贫贱。 以兼吃家,家福不尽,曾国藩在家中使,都会固定一道荤菜,就算来了客人。 也只是添一道荤菜来代客,增加子孙后代,将这份剪客在了骨子里,代代如此,据后世统计,增是八代人中,便有二百四十多人成才,增是家族,得以流芳百世,在有钱的家庭,也经不起无度的消费,前世尊严和底气,更是人生的话语权,一个控制好金钱的家庭,才能真正历经岁月,长盛不衰。 明代学者原中说,六朝炎之推,家法最正,相传最远。 炎氏家族传承百年,其秘诀就在家风,而一个家的福气运道,就在与家人的良好经营,家人之间的和睦之气。 有度之爱,节俭之风,会在无形中渗透进后代的血脉之中,形成纽带,决定着子孙的命运,如此,再穷的家,都能兴旺发达,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